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按照我們的流程是要請 神明今天已經都請過來了 所以我們是先請太子宮的住持先幫我們洗個香 這次官員就要說的 若是嘲笑 若是黑白說 可能會叫齋神明接近 齋神明已經照顧不來 十四張所有基民 大家都說沒有住宅大 希望你到家手 讓我們新北市裡面的官員 可以出來跟我們好好溝通 讓我們到處安住 以上到這裡 謝謝 十四張有處無地 只不過一四十戶 你政府 要經過這裡三文三線的第一線 鑑鑼田四十戶都沒有人處理是不是 這人有處無地 你們叫他到 今天政府還是沒有安排給你安示 看身到底好不好 好 我們十四張的居民已經去過很多地方了 我們上次去過新北市議會 我們去過新北市議會 我們來過捷運局 我們之前也來過新北市政府 我們都在問 今天 朱立倫他想要蓋三環三線 他走到哪裡就拆到哪裡 那我們這些人 我們住在當地的人 我們到底有沒有地方可以住 所以我們今天 走了那麼多地方 我們再回來 我們就是要來問朱立倫 我們到底有沒有地方住 我們要安置對不對 對 幫忙很幫忙的陳議員幫我們協調 就是有交通局長要來 我現在跟大家講一下 九月九號那天 的確已經通過了 這個財經補償的自治條例 我們也尊重市議會 所通過的這樣的一個條例 當然在裡面 對於每一個門牌戶 有所謂的九十萬元 來作為安置的費用 可能大家會有所不滿 所以我們也去談說 是不是可以在市政府 所做的社會住宅裡面 能夠把公共工程 拆遷補償 拆遷的這些搬遷戶呢 蠟禁作為這個社會住宅的對象 這個部分我們也跟陳香菊來做過討論 他們也願意把這個蠟禁去 社會住宅什麼時候蓋起來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如果沒有先見後拆的精神 這些人一旦被拆走 五年之後十年之後 社會住宅都被蓋得起來啊 新店十四張居民現在總共自救會才四十戶左右 他的佔地不到一公頃 整個機場施工的面積高達十四公頃 而且要蓋八棟四十層大樓的共共 那我們必須說 Y7機場捷運站這個地方要一百零七年才會完工 所以我覺得有足足七年的時間 可以先見後拆遷有沒有條件 我只要跟大家講這個背景 就是在不影響工程進行的情況下 十四張這邊的個案 有沒有可能是秉持先見後拆的精神 等到社會住宅蓋好之後 我們再把這群人講實在一點 你再把他們趕走嗎 我們的重點是機場十四點三三公頃 是要讓軌道可以進去 是要做所謂的維修的場 然後上面才有可能會去蓋住宅 所以這個部分要讓大家了解 重點是我們是要做機場的使用 而這個機場呢 會因為現有的這些住戶正好卡在中間 使得他無法進場施工 那這個的確會影響到工程的騎乘 剛才這位先生也提到說 不要影響這個工程的騎乘 那這個我必須講 如果不影響的話 這個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很抱歉 這個是我不能夠跟大家說謊的地方 有沒有明確的圖可以證明 十四張是在機場的中間 他們明明是在西原路的最邊緣的地方耶 你們可以拿得出圖來 大家可以看得到 所以因為那個軌道是整個環繞一圈 跑進去的 所以那個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反正我覺得非常好奇啦 當初熱身也是這樣子講啦 都是要先拆人家房子機場才能蓋 而新莊捷運的現在事實證明 是可以分段通車的 各況那裡只是一個機場 好我們不要再針對捷運變 我只是要問說 所以局長的意思是 是不可能先見後拆對不對 以目前的情形 對不起 我不能夠告訴你們說先見後拆 我做不到 好 這樣大家清楚了齁 阿勒 給我們家的請問 阿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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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社會住宅是一個工程 為什麼監禁那麼急著蓋 社會住宅不能那麼急著蓋呢 社會住宅也在急著蓋啊 可是並沒有說現在已經有社會住宅存在 今天我們來到這裡 我看沒什麼好的結果 因為我們剛才聽到高隆教長跟我們說 我們大家應該是很不溫意的 所以說我們還有很多機會 來驚集街頭來鄉到市政府來抗議 民間要大家有堅持的行為 如果沒有我們目標絕對不要放棄 好嗎 好 來故鄉來到市市場 是為了求生存 想不到城府來找他 我們家 還要把我們趕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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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